大家好,我是老盛 最近天气太冷 我们又遇到好多客户 因为过滤网没有机室更换 导致暖气罗故障的维修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探讨一下 由于过滤网的脏度 导致常见的暖气罗故障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我们家中的暖气罗 只在调节室内空气的温度 以确保最佳的居住舒适度 并通过风道系统 分配温暖和干净的空气 到房子的每一个角落 为确保家里的空气质量 和减少设备维修费用 定期更换过滤网是很重要的 那么你应该多久更换一次过滤网呢 具体取决于过滤网的种类 和房屋的供暖市场 关于过滤网的选购和更换 我们在前面的视频 关于过滤网的正确选择和使用方法中 有具体介绍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如果我们忘记定期更换过滤网 可能会导致什么类型的问题呢 第一 有可能会损坏 Blow motor 也就是吹风马达 第二 有可能会损坏热交换器 第三 增加暖气费用 第四 降低室内空气质量 第五 造成其他配件的损坏 下面我们进队 每一条振行一下讲解 第一 损坏Blow motor 相信很多用户已经知道 过滤网堵塞会造成吹风马达烧坏 而且有的暖气炉的吹风马达 价格昂贵 要超过上千价元 如此高昂的维修费 很多时候只是因为一个小小的过滤网 没有及时更换造成的 我们在每年的免费讲座中 都会提及定期更换过滤网的重要性 但是每年还是有太多用户 因为没有及时更换过滤网造成很大的损失 第二 损坏热交换器 我们的暖气炉设计是需要一定的风量循环的 当过滤网堵塞死 系统风量就大大降低 但是炉子产生的热量基本是保持不变的 这样就会造成热交换器内热量无法被风带走 而导致内部过热 内部的热传感器也会因为过热断开 如果系统长期过热 就会使热交换器破裂 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热交换器破裂时 就需要更换整个暖气炉设备了 第三 增加暖气费用 暖气炉利用风机在整个防洋屋内进行空气循环 以保持已设置的温控器的温度 如果炉内空气过滤网 脏度会需要风机输出更多的功率工作 燃气也会延烧更长的时间 这将导致你的暖气账单总价上涨 每月检查和更换过滤网很重要 以节省能源使用成本 第四 室内空气质量变差 这个道理浅显易懂 我们这里就不再啰嗦了 第五 在很多情况下 脏度的空气过滤网 可能会损坏炉子的很多内部组件 例如吹风马达 热交换器 排烟马达 高温开关 电路板等 像吹风马达 排烟马达 电路板等配件价格都很昂贵 因此 建议您定期更换过滤网 以减少维修的支出 对于暖通空调系统 进行适当的维护保养 将使其保持高效运行 并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 定期更换过滤网 是用户完全可以自己操作的保养内容 千万不要因为过滤网造成更大的损失 下面都是我们在维修或保养时 积累的过滤网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看 很多都是惨不忍睹的 试想这么装的过滤网 设备怎么能受得了呢 我们室内的空气质量 又怎么能好得了呢 这期节目就要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记住过滤网的重要性 每月定期检查或者更换过滤网 以减少维修支出和延长设备使用寿命 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所帮助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北美华人暖通空调频道 点赞评论 订阅分享 和按小铃铛 有小惊喜哟 我拍到 我拍到